北京时间8月28日晚,在亚加达亚运会女足办决赛中,中国女足以1比0小胜中国台北女足近期亚运会女足决赛,女足决赛将在8月31日晚上8点30分进行。 决赛中,中国女足将与日本女足争赌本届亚运会女足项目金牌,她们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2比1战胜了韩国女足,日本女足队员也在看台上光看了中国女足与中国台北女足的半决赛,一考察敌情。 重庆籍球员李颖在本场比赛中首发,中国女足在亚加达亚运会比赛中从实力上看,中国台北女足实力不如中国女足,中国台北女足对中大部分球员都是半职业球员,只有少数球员曾经中国女足联赛,日本和欧洲联赛踢球。 在被战压运会过程,对手有球员早上训练结束后还要去上班。 比赛开始之后,中国台北女足的战术非常明显,中国台北女足在自家门前采用密集防守的方式,阻止中国女足的进攻,上半场王珊珊的打门击中力柱,上半场45分钟比赛中,中国台北女足摆大巴的战术得以成功实施。 即使中国女足几乎在全部时间将对手压制在对方半场,王霜、李颖、韩恒等队员也不断射门,但中国台北女足力保球门不失,上半场,中国女足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8次却没有取得进球。 在九宫不下后,中国女足主帅蒋秀全下半场中国女足,进行了阵容的调整。 李颖和古甲莎被换下,王霜打入全场比赛,唯一进球第50分钟。 中国女足依靠王珊珊的破门打破僵局,中国女足以比零领先中国台北女足,这是王珊珊在本届亚运会中打入的第12个进球。 目前,王珊珊依然迎讨价运会女足表示射手榜。 在之后的比赛中,中国女足依然有不少破门机会,但没有继续扩大比分。 最终,中国女足以比零击败中国台北女足晋级决赛,上游新闻重庆城报记者和言。